Hi everyone! Welcome to Mr. Chu Classroom! Today, we're gonna learn Common and Proper Nouns. 大家好,欢迎来到赵老师的英文基础语法班。 今天我们将学习普通和专有名词。 每一个初学者在刚刚开始接触英文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都是接触名词开始的。 那名词呢,有分两种,一个是Common Nouns, 普通名词,第二种就是Proper Nouns,专有名词。 名词基本上可以分成四大类, 第一个就是人,第二个就是动物, 第三个就是事物,第四个就是地方。 首先我们来看看普通名词Common Nouns。 Common Nouns are the name of people, animals, things and places, 普通名词子人、动物、事物及地方的名称。 They do not begin with capital letters, 他们不以大写字母作为开头。 我们来看看例子,第一个类别, People, people,人, police, teacher, postman, king, headmaster, boy, queen, niece, 这些都是人的名称。 第二个类别是animals,动物。 这里给的例子是cat, goose, bear, fish, parrot, whale, chicken and giraffe。 第三个类别是things,事物,比如window, whiteboard, textbook, table, bed, bow, ambulance, toothbrush。 第四个就是places,地方,比如cinema,supermarket,toilet,kitchen,school,bazaar,library,还有zoo。 那以上四个名词,我们都只是拿来指出这个物体还有地方的名称而已。 我们都不会以大字母作为开头,所以大家可要记住哦。 接着我们来看看第二种名词,也就是钻友名词。 钻友名词就好像你的名字一样,那是钻属于你的。 所以这样子讲会不会比较容易明白呢? proper nouns are the special names of people, animals, things, and places. 专有名词指人、动物、事物及地方的特别名称。 They always begin with capital letters. 他们都以大姐字母作为开头。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类别,人。 Mr. Chew,Harry Potter,Madame Tan,Kelly,Louis,City,Ananda。 这里就像刚刚老师举求的例子,就像你的名字一样,都是专属于你的。 所以这些专属于你的名字呢,都是proper nouns。 第二个类别是animals,动物,比如说rex。 这是一个宠物狗的名字,所以它是一个大字母的名词。 第二种就是chormel,a pet cat's name。 这是一个宠物猫的名字,也就是我们马来文的可爱的意思。 第三个类别就是fings,事物,比如说samsung,它是一款手机的名字。 toyota,它是一款车子的名字。 还有nike,它是一款鞋子的名字。 最后一个类别就是places,地方,比如说england,legoland,disneyland,europe,malt everest,mcdonals,and maybank. 这些都是这个地方的名字,所以呢,我们都会加上大字母来作为开头。 我们来看看一些初学者常犯的错误,比如说, there are big turtles in the sea。 正确应该是big turtles,写成小字母,因为它不是特别的名字,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名称而已。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we are reading harry potter and the sorcerer's stone,written by jk roling。 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两个名字,第一个就是harry potter,第二个就是jk roling。 那由于jk roling是作家的名字,所以必须大字母。 那另外一个harry potter呢,因为它是一个小说的名称, 所以harry potter and the sorcerer's stone都必须大字母。 接下来我们到了欢乐游戏时间game time。 这里有三个题目,分别是来自三个年份的UPSR考题。 我们来看看大家答得如何。 请问下次订阅, ostat讣设计,请 która可倒打赏, 我ents吗?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游戏结束啦 大家是不是全都答对呢 那如果你想继续做练习的话呢 可以在影片下方的评论处呢 留下电邮 获取免费的PDF档案的笔记 作业还有答案哦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任何想学习的单元 或者是语法知识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 还有呢 别忘了按赞 还有帮我分享这个影片 给有需要学习基础语法的朋友们哦 当然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打开你的小铃铛 那在我下一次分享新影片的时候呢 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我的影片通知 也不会错过任何学习英文的机会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